我也不懂 你們罵我要幹嘛 就覺得特別無腦吧 而且你們做這些事情是有什麼幫助嗎 我覺得公眾人物也不是給你們罵好玩的 然後也不是你們應該想罵就罵的 我們用 我 至少我吧 我今天 今天 今天也沒做錯事 我幹嘛要給你們罵 我前兩天罵 就在IG、Facebook就發了一篇文說 我在上海打疫苗了 然後沒想到 沒想到就是新聞就開始 今天就一堆我的新聞 然後國旗不然我就搜尋了Facebook的 這些媒體的新聞 那下面就有留言 留言就是一堆有的沒的罵我的 然後我也不懂你們罵我要幹嘛 然後就覺得特別無腦吧 而且你們做這些事情是有什麼幫助嗎 對你們自己的人生 那其實我想講的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是這個環境的一份子 多一個人去接種疫苗 也就是說相對的少一個人 有可能會成為病毒的散播者 所以如果越多人打疫苗 這個世界就會越安全 我不懂這些網路上 一直批評一直謾罵的這些人 到底在想什麼什麼 好像什麼都要罵 什麼都要發表意見 彷彿自己不發表意見 自己就好像沒有存在的一個價值 反正我會覺得特別煩吧 而且我接種疫苗也不是透過什麼特殊的關係 我也就是乖乖的登記排隊 然後等到通知我就去施打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是在三月底 就是台灣疫情還沒有爆發的時候 搬來上海的 然後我不懂那些 打字罵我的人是抱持什麼心情 我只能說你們做這些事情 不如對自己 我覺得不要講說對社會有什麼貢獻 你至少對自己有些貢獻吧 我覺得公眾人物也不是給你們罵好玩的 然後也不是你們應該想罵就罵的 至少我吧 我今天也沒做錯的事 我幹嘛要跟你們罵 哈嘍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嘍大家好我是李國映 哈嘍大家好我是郭舒瑤 哈嘍大家好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可是我還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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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